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是Alan 我是Jimmy 兩萬了 到了兩萬了 我們上一條影片說 有兩萬的時候我們又怎樣 就找數嘛 找什麼數 回饋一些資訊給大家 例如回答大家的問題 真的新鮮滾熱 幾天前我們收到一個朋友電郵給我們 問我們關於他在想 申請移民過來澳洲 想我們給一些意見 是的 我們正得他同意之後 我們就說 我們不如將你這個情況 我們不如在這條影片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可以 可能給其他網友都參考一下 所以他同意之下 我們今天又說一下問到什麼問題 好的 我們不開命了 他就這樣說 他現在大概約莫差不多 到40歲左右 他有一個女朋友 女朋友小一點 三十多歲 他女朋友是做IT的 所以他在想他申請移民的方法 他就想用一個技術移民的途徑 技術移民 是的 而女朋友因為年輕一點 所以他就想透過女朋友申請 女朋友是做主申請人 他就是partner身份 是的 他就說 看我們的影片就覺得 我們講Kens 好像生活得很寫意 他就覺得 都可以考慮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在想這個地方 但他就說 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找一下找一下 咦 又發覺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例如他找到一些資料說 Kens 越來越 資料很差 差得很重要 很擔心 變了 又開始想一想 又怕怕的 再加上 其實這個這麼小的城市 如果女朋友過來 IT 找到工作 有些擔心 所以就不知怎麽算好 其實兩個都會找工作 40歲也不是很大 是的 然後他就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說 除了一些小的城市 我還要想想大城市 他說Kens 林 其實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另外 墨爾本 墨爾本 也會考慮 或者是南澳也會考慮 所以他就說 不知道怎麽好 會否有些意見 可以讓他大概知道 有些甚麼不同 要考慮 是的 這個問題問得好 其實我打算回答這些問題之餘 都想想 很多其他朋友都可能遇到類似的問題 所以為什麽我們就開這段影片 和大家講一下 generalize 這些問題 那跟大家會否有些切身的關係 是的 因為我覺得 當仍然在這個地方 無論你身處在哪裏 香港有甚麼 你要想到其他地方 可能有幾個範疇 你要想 第一 我找工作做 找工作為方向 第二 我過到來 如果我不在意工作在哪裏 我就想想我的生活環境 我會否適應 另外就是 有沒有小孩 這幾天要去想 現在這位朋友很明顯就是找工作 很輕人 三四十歲左右 過到來都一定會做事 所以 找工作做可能是我們的首選 那你怎麽看 假設來我們cancel IT 怎麽看 在IT 上來講 我不知道這位男生是甚麼工作 這個我暫時不說 先講IT 我自己是IT 出身 以IT來講 其實都是很闊的範疇 一家公司或電腦公司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你做IT 甚麼都懂 不要以為IT9 甚麼都懂 因為IT真的分到很多不同層面 可以處理伺服器 可以處理前線的工作 可以是銷售 可以是後面的網絡 甚至是網上保安 諸如此類 甚至是寫程式等等 很大範疇 所以不同的IT範疇中的工作技術的需要 或者不同的大城市或小城市 都會有些少不一樣 香港但願之地 一個IT人甚麼公司都可能需要得到 你要找工作就相對比較容易 而在澳洲這麽大的地方來講 要你做一些比較主要的工作 例如寫程式 或者搞一些伺服器 網絡 或者是保安這些工程 甚至是做一些數據分析等等 可能要去到公司的總公司的地方 就會多些這類工作 是 後來講 如果是做一些支援 網絡 維修等等 這些比較前線的工作 其實在各個城市都需要 那麽老實就這樣講 如果你有這麽說法 譬如這個西埃城市 我們是CANs 那你有沒有可以做法 如果你是不介意做一些前線工作的話 那我的朋友呢 他們在一間law firm 裏做 那麽他說 哇 整天都要請一些外面的支援 那些IT支援 做到他呢 做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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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然後 一到沙塵 跟Ellen說 你出山了 你知道這裏呢 其實很多地方都需要IT 但問題就是這裏沒什麽IT的人 因為是缺乏 所以變成你出山 你做到沒有停手 是 當時你不用 為什麽要搞到我這麽辛苦 搞到我要這麽疲 不用休 所以變成意思 在這個小城市 其實仍然都有IT的需求 只不過是做的範疇 就好像你這樣講 就是一些支援的東西 就不是在一些大公司裏面做保安 做社城市這樣 是 所以說 如果你過來 你要想 譬如IT你想做哪一部份的東西 沒錯 你的方向是怎樣 沒錯 就是向這個方向去找 如果你在香港做CIO IT Director 等等 在Kens 就應該比較難找到這些工作 如果你想要一些支援 支援研究員 或者Network Engineer 或者是一些技術 或者是一些研究員 都應該找得到 是 嗯嗯嗯 OK 明白了 有時候有些Project Management 的工作 可能都會到處走 譬如 就算你總公司 有個Project 要做到 可能 你做一個Project Manager 可能去每一個City 有機會去旅行 去到不同的City 去做一些工作 都未定 所以也未必需要 將自己 綁在一個城市 去做事 都不定 我明白 是的 OK 所以 機會都有 那視乎 剛才說的 女朋友的IT 是什麼背景 做哪一類工作 還有 她想著自己的理想目標 去到什麼位置 沒錯 你想做一個CIO 遠一點 高遠一點 去大城市 就應該機會大很多 是的 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 做的 穩穩陣陣的 到處都有機會做得到 好了 既然她說 她都找了很多資料 說Cairns 自安越來越差 自安差 那是真的嗎 是的 因為我們住在 我們很幸運 Touchwood 我們住了五年 都未試過被人打劫 或者被人爆摩 這些情況 雖然我們有朋友 是差一點 有人attempt 上次那條片 看回這條 就差一點被人入屋 而我們這麼多年 都未試過 也都未目擊過任何 這些罪案發生 是的 而我們有些 你知道 Facebook 經常會有一些小區的 一些互助 一些小群組 有些小群組 有時有人會被人爆 或者attempt爆 偷車 偷銀包 入屋 嘗試 我們都會 時時有見到 趨勢越來越嚴重 而且近一兩年 真的嚴重了 以前我們有一個朋友的鄰居 他告訴我 他的房子 已經三四年前 他房子的大門 門鎖壞了 壞了之後 三年他都沒有弄 即是沒有鎖過門 沒有鎖的 出門口 掩埋就是了 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 但反而 到這一兩年 真的差了 他都不夠膽 不敢 要鎖門 要立即叫鎖匠 來搞 是啊 我們看到 鎖匠 其實很多時候 泛事是些什麼人 會是一些 青少年 青少年很多 其實Alan曾經也說過 如果有機會 要我去表達一下 對社區有些什麼意見 你會說 其實要找一些方法 給一些泛事 尤其是年輕人 可能要想多一點 對於他們的處理 要怎樣做 因為現階段 就是一些年輕人 青少年 泛事 他們幾乎可以說 沒有後果 是啊 抓到就會放 放的會 放的 然後怎樣 抓到那些人 有泛事記錄的人 給他一些支持 帶他去玩 帶他去電影場 去用一些活動 讓他可以 輸發一下 讓他可以放一下電 是 給他一些娛樂 讓他不會做一些壞事 這樣搞 讓他的心很充實 然後他就可以沒有其他的 分不到心 來做其他壞事 就是他們那個策略 都沒有情 只是教我 是啊 這裏那些青少年 犯罪 原來沒有什麼 這裏就是 就是助長了他們 他知道發覺 原來我做了事 然後被人抓了 沒有事 不會坐牢 不會打屁股 那就更重要 我聽過有些人 進了屋 見到你家裏有個人 他不理 他繼續找東西 可以這樣的 然後三五成群 就是立了你的車 就一起去玩 就是拿著車去玩 偷車 通常這些人 他們為什麼會被人偷到車 也有原因 因為他們不鎖車 把車匙放在車裡面 不鎖門 把車匙、門匙 放在門裡面 當眼的地方 一推開到門 看到鎖匙拿走 就開車走了 挺好玩 駕到車爛了 撞了就走 經常都會見到 有人說 留了車 不知道在路邊撞了 買水渠道 原來就是那些人 這樣 好了 我們就收回來這裡 先拉回頭 說得太遠了 就是講過治安差 是否只是看治安差 其他城市又如何 又不是 因為整體治安情況 整體全國都是向下跌 差了 也有聽到一些大城市 都會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情況出現 是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否普遍情況 因為 疫情太空閒 沒有事做無聊 還是 整個政府對於這些 犯法的事情 太過容忍 變成那些人 做一下做一下 越來越 越來越大膽 越來越猖狂 都是那句 我們要找一些MP 聊天才行 搞不定 好 好了 講了治安 就是怎樣去選擇 你想住的地方之外 另外就是 當你要去考慮 我要大城市小城市 其實 我覺得另一件事 就是那個氣候 嗯 你是不是喜歡那種氣候 因為澳洲很大 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分開不同的州 不同的州 那個氣候都很不一樣 譬如你說Queensland 好像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基本上可以叫做 一年四季都算是 稍為分明的 嗯 都有春天 有夏天 秋都沒有 其實 我們講一下 這個 Geography 地理 整個澳洲 整個跨道很大 嗯 北邊的Queensland Darwin 這些 較為是熱帶區 Tropical area 這些四季都是熱的 不會見到下雪 很冷的那些情況 嗯 越南的地方 就是越近南極的地方 其實這個天氣 就是越來越冷的 嗯 對於我來講 就是住在香港的話 過到來之後 Cancer比較接近香港的氣候 會熱一點點 但是冬天又不至於冷的 是不冷的 是秋天 我常常都說好像香港的秋天 但是我覺得這種氣候就比較適合 就是我們習慣在香港的生活 嗯 因為如果你想到下去下面 南邊的那些 他們是很冷的 MELBURN 就是一年四季 不是 是一日四季 是 一日裏面有春夏秋冬四季 還有有些時候 它下雨是下得很厲害的 凍起來真的很冷 現在只有幾度 是啊 是長期幾度 在這裏Cancer 我們有時都會遇到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常常住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跟他們聊天 他告訴我 他之前早幾十年不是在這裏住的 他在下面的 MELBURN 但是受不了 下面真的非常冷 當他開始年長之後 都不好了 真的回到上面 我們這裏 暖一點 暖一點 這些熱凍是個人喜好 有些人喜歡冷冷的 就去下面 喜歡暖一點 好像我們 常常都長期短袖三褲 去一些熱一點的地方 是啊 我會覺得 如果說氣候 我個人的意見 Brisbane這個地方 就不是太冷 又不是太熱 相對比較平移一點 因為它整個澳洲的中間地方 而Sidney 都開始覺得冷 MELBURN 更加冷 Adderley 我感覺上更冷 可能我上次去的時候 都是接近冬天的時間 如果再藍一點 例如Tasmania 這些地方 夏天的時候 日常非常長 夜晚非常短 到冬天晚上非常長 日常非常短 又要適應這種 日常很長 夜很短 是的 日宙夜分明得很重要 也是一個大家要適應的東西 是的 所以這些都是要考慮的東西 沒錯 解答網友大概就是這些 是的 他說我財政有限 如果想過來澳洲 想選擇的地方 看看過來 當是一來旅遊 二來 了解一下當地情況 這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是一個好的提議 記不記得 我們當年未批之前 都曾經來過旅行 感覺一下是怎樣的 是的 如果你想選擇 一兩個地方 兩三個地方 可以飛到某個地方 例如你喜歡 麥爾頓 你就去麥爾頓 住幾天 或者住一個星期 然後再飛 來陸機 飛上去Brisbane 看看 這是第三大城市 是的 或者三個 麥爾頓 西德尼 Brisbane 三個看看 喜歡來看我們 我們就上來Cance 是的 又體驗一下 我們的小城市 又如何 是的 然後不用原機 飛回去 下一個目的地 Brisbane 可以有直航機走 這樣也方便 是的 好的 希望解答到這位朋友 好 希望可以幫助 其他也在想 你要申請移民 澳洲的朋友 這幾點方向 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是的 順便說一說 新一年度的移民的人數的比例分佈 都出門了 出門了 我們下一條片 有機會我們會說一說 有什麽大的變化 和投資移民有沒有很大的影響呢 或者其他技術移民的人數 是否有增加呢 我們下一條片說一下 好 下一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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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